那363号呢 是这个上周我们有讲到 这个法官对于这个郭先生这边 有一个CIPA的一个第五条的一个通知 那363号呢 就是和这个CIPA的这个通知 和政府过去对于CIPA的动议的一个 法令的一个决定 当中写了是 法庭认为郭先生的CIPA的第五条的通知 是及时并且充分的 但是法庭批准了检方的 关于CIPA的第六A条的这个动议 那么法庭认为 机密信息有限的一些证明价值 和这个不必要累积证据 或者浑小这个陪审团看法的这个风险呢 相抵触 所以简而言之呢 就是这个CIPA的这个讨论 法官也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么364号呢 364号的这个文件呢 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郭先生这一边呢 提出说希望法庭可以重新审议 338号的这个法令的这个动议 那他提出呢 说希望这个法庭重新考虑当时338号的法令 有关于这个法庭批准了政府的一些限制动议 来限制郭先生的两位专家证人的部分的证词 那其中呢 涉及到的两位专家呢 一个是和GTV的估值相关的 另外一个是和中共政府相关的这个证词 那么郭先生的律师团申请要就这个郭先生提出的这个动议 来进行口头辩论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郭先生的律师团都是怎么写的 这个希望法庭要来这个重新考虑 要纳入一些这个之前 已经下令说要限制的这个 这个专家证人的证词 所以我们来看365号文件 这个是非常推荐战友们 这个去细读的一份上周的这个文件 那是这么写的2024年的5月29号 也就是在这一周的时候 郭先生呢 通过律师提出希望 法庭要重新考虑这个5月17号的这个法令 涉及到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 是禁止郭先生的这个辩护专家 根据收入和市场估值的方法来作证 也就是说 2022年12月ANM的这个报告的合理得出的这个结论 也就是说 20亿美元是GTV在2020年8月的时候 非常合理的一个估值 那第二个呢 是禁止辩护专家在中共监视和压制言论的某些方面去作证 那郭先生认为呢 尤其是法庭排除的这个中共专家的证词部分 比方说中共的武毒 对吧 这个中共认为 五样的这个信仰啊 这个台湾独立啊 等等的是称作为武毒 是被中共呢 视为对其权力垄断的一种生存的威胁 中共使用法外的一些警署招募 外国的当地人士来针对共产党异见人士的努力呢 是给猎狐行动提供了相关的背景信息的 而法庭过去已经下令决定 这个猎狐行动和郭先生的案子是相关的 所以在后面的这个支持备忘录当中呢 这个就有了一系列的这个解释 那我们先看一下GTV估值这一部分 那郭先生的律师写的是说 这个专家证人对GTV的估值呢 进行了多样的这个多项的独立的分析 这个但是呢 这些分析并没有包含在这个AM报告的这个中 这些独立的这个分析呢 是这个专家证人证词的这个基石 那它包括一些对财务模型的预测的增长 对一些营业利润的独立的评估 折限率的独立的计算 以及应用的这个市场 对这个GTV预测收入的收益的一个估值 所以呢 法庭的当时的这个结论认为 这个不能就这个专家证人的一些假设结论 或者说他的一些数字来进行适当的盘问 是没有根据的 那律师写的用词是叫EU-Funded 找不到 好 然后尤其是中共的 有关于中共证人证词的这一部分呢 推荐大家细细的去读 那郭先生的律师呢 是这么写的 他说他 郭先生的律师呢 认为 中共问题的这个专家证人的证词 会对于美国的陪审团的成员 理解 为什么郭先生这样的人 即使居住在美国 也会害怕中共的影响至关重要 导播可以放下一页了 那郭先生的律师是这么写到的 他说郭先生从过去到现在 都是最杰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人士之一 他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民主政府 也就是新中国联邦来代替共产党 起诉书中所有被指控的所谓的阴谋 都与新中国联邦和郭先生的亲民主灭共的这个传达的这个信息有关 那么他这么写道 说GTV是事先一个灭共支持民主信息的平台 联盟和农场是支持新中国联邦的全球网络 使命是消灭这个中共 G-Clubs是会员俱乐部 面向新中国联邦和郭先生灭共信息一致的人 喜交所是加密货币的平台 那旨在呢 为这个新中国联邦脱管货币 并且保护民主倡导人士的资产 免受共产党的这个侵害 那么这个律师特别写道说 郭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庞大的安全机构的眼中钉 这将有利于陪审团理解 为什么郭先生对中共的骚扰渗透的这种担忧是合法 并且客观的 那接下来呢 这个律师就写道说 中共问题的这个专家证人 有关于这个中共国秘密警察和法外警局的这个证词 和郭先生的辩护是直接相关的 因为这会证实郭先生对中共在美国境内监视跟渗透的这个担忧 而且呢 第二巡回法庭曾经有有案例认为这是可以采纳的专家证词 也就是说啊 这个中共问题的专家证人的证词 可以帮助陪审团去确定 郭先生对于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这种担忧是 单纯的个人的偏执呢 还是客观合理存在的 检方呢 试图阻止这个郭先生的这个中共专家证人呢 就这个中共国招募这个当地的人士 并且指示他们去申请地方州或者联邦机构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证词 那这个是共产党影响外国舆论的努力的一部分 郭先生的中共问题专家呢 会就这些有影响力的代理人如何帮助中共的这个目的 包括诋毁和非法化中共国的意见人士来进行这个作证 那最后呢 这个郭先生的律师写道 说警方 检方也就是政府打算辨称说 所谓的这个G系列的这个手段方法之一呢 就是要去骚扰威胁压制批评郭先生的人 包括呢 检方也提供证据 希望去证明说郭先生错误的 把批评者呢 称为中共的这个间谍 那么郭先生的这个中共问题的辩护专家证人呢 表明说 共产党招募当地人士的这个事件 渗透所谓的这个敌人直接支持了郭先生的观点 也就是中共国的特工是可以渗透组织的 即专家证人的这个证词会有助于陪审团 评估郭先生的这个担忧 所以这个当中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这个GTV估值的这样一个问题 有了更多的材料的补充 以及包括于这个中共国问题的这个专家的这个辩护 也就是发布了更多的这个关于证词的这个补充 那这个目前法官还没有对这个郭先生的这个动议呢 进行任何的这个判决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周 会不会有一些法官上面的一些下令 那这个367号就是刚刚说到的 这个关于Nikki Lam Davis的这个传唤上庭的这个问题 郭先生呢是在5月29号的时候通过律师置信这个法庭 上面写到的是说根据和政府达成的协议 郭先生会撤回对Nikki Lam Davis发出的这个Rule 17的这个传票 所以呢这个Davis女士发的这个这个撤销传票的这个东西 跨是这个Sepina呢就可以被视作为无效了 应该要被这个驳回 啊 啊 啊